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长泰,我们继续目标管理的课程,在这节呢,我们将学习专家建议 北宋诗人苏氏呢,在他的提西林壁中有这样一句诗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原身在此山中 那这句话的含义呢,就是除非我们这个处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之外 否则呢,我们很难看清楚这个局势的真实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当局惹迷 那所以呢,我们在规划自己的目标,规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最好呢,也要跳出来看 但是呢,自己往往难以跳出自己的一些思维定视 难以全面的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行为,生活习惯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请专家,让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些指点 那人生呢,犹如一道迷宫,我们在这个迷宫中呢,行走 那行走在迷宫中的人呢,其实是难以看到全局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专家,他从高处看到全局 就可以帮我们指导这个一条清晰的路,轻松的走出迷宫 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专家建议呢,其实是借用了项目管理中的一个方法啊,就是邀请在某个领域中啊,有经验啊,有能力啊,资深的一些这个专家呢,对项目进行指导 那我们在这个做个人目标管理的时候,这个专家呢,其实啊,并不一定是学术上,技术上的专家啊,指的是这个身边的啊,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啊 对你有一定了解的,可以是你的长辈啊,也可以是你的这个公司的领导,也可以是你参加培训的老师啊,或者是你这个呃,大学的中学的老师啊,或者是你身边这个非常要好啊,又有能力,又有见识的朋友 我们每个人呢,平时在生活的时候啊,这一双眼睛啊,都是向外看,我们经常呢,是看到别人啊,把别人的这个行为啊,啊,情况啊,都记在脑海里 但是呢,其实这个项内观的时候呢,就非常少,那这个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啊,我们就找到这个身边对我们熟悉的人 把他们这个看我们的一些这个啊,信息啊,反馈啊,一些评价,一些这个想法啊,让他们告诉我们 然后呢,我们通过他们的这个提供的信息呢,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来优化自己的目标 那下面呢,我展示一下啊,我在这个做专家建议环节中啊,收集到的一些这个 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啊,这些建议呢,怎么去帮助我定目标,怎么知道我的行为 那第一位呢,就是吴勇达老师啊,他是我的这个项目管理老师 然后呢,我和他学习项目管理,参加了项目管理培训 然后呢,也会向他这个请教一些国学,参加了他的一些这个线下国学的一些培训 应该说,从吴老师身上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对我的个人成长呢,帮助非常的大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幻灯片 那这张幻灯片呢,其实是我和吴老师在这个,应该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可能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啊,我通过这个微信啊,微博啊 包括有时候见面的,向吴老师请教一些自己的一些困惑或者问题 然后呢,吴老师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啊,我们看第一条 比如说在学习方面啊,要多学,但不是每个学习的知识啊,都需要别人知道 让别人知道的,不要超过你时间做到的,要谦虚,低调,内敛,后继播发 这条呢,其实是我在这个学习的最初啊,就是当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 然后呢,每学习一个知识啊,感觉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就发到这个微博里,然后这个一方面是自己高兴 第二方面呢,可能是多少有一些这个炫耀的一些成分 那吴老师呢,当时就给我了一个建议啊,要内敛啊,要这个后继播发 那所以在后来呢,我就根据这个吴老师的建议呢,就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方式啊 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学习啊,学习的东西呢,可能有些真的是非常值得分享的 对别人有帮助的呢,我才会分享到这个微信或者微博 那比如看第二条啊,第二条是告诉我这个幸福人生需要平衡 爱情,事业,学业,健康,友谊,家庭啊,注意这个尼不短板 那当吴老师给我这条建议之后呢,我在定制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啊 包括定每周的这个行动计划的时候呢,都会平衡去考虑啊 对,对这个爱情方面啊,做了哪些事情 对这个事业方面,这周呢,做了什么事情 在成长上呢,这周啊,学了什么东西啊 在这个锻炼健身方面,这周做了哪些努力啊 在这个同学的友谊啊,同事的友谊上呢,自己又做了什么事情 和父母呢,有什么互动啊,帮父母做哪些事情 那每周呢,我都会从这个,应该是有七个维度啊,去思考 尽可能每个这个领域呢,都去照顾到 那我们看第三条,第三条当时是,我是有个问题啊 当时我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书籍啊 讲座啊,视频啊,线下培训呢,非常的多 不知道学什么了,就是有些迷茫 然后呢,我就问吴老师,我说现在这个知识这么多 我该学什么呢,而且我学的这个知识呢 真正能让自己去这个改变吗 让自己的这个职场上提高,自己能力提高 自己将来的这个收入提高吗 那所以有一堆的困惑,就问吴老师啊 吴老师给了一个这个解答啊,就是第三条 要明确生命的意义在于去爱别人 学习使人能快乐,对人有价值的知识啊 这样的知识呢,都是能够带来财富的知识 把这些知识呢,当做应该学的 那通过吴老师的这一条建议呢 我也在调整自己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方向啊 比如说,要明确生命的意义在于去爱别人啊 我就想,那我在这个个人实验管理上啊 工作的一些这个效率上遇到了问题 那我相信呢,还有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呢 那我将来呢,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问题啊 那就是再去关爱别人,也能让别人快乐啊 对别人有价值 所以呢,当时我就坚定了啊 要解决自己在这个平时生活工作中的很多问题 把这些知识呢,学透啊,不断的去应用 然后呢,总结出一些这个,包括文章啊 包括一些视频呢,把这些文章视频呢 分享出去,去帮助别人 那经过应该说这条建议呢 是这个2011年的年底啊 那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已经到了16年 那通过这个大概是5年时间的一个 不断的去实践啊 这个应用 我发现这个确实是吴老师当时的建议呢 确实非常的中肯,非常的有效 我一直也坚定了这个方向去 践行自己的个人的学习和知识的分享 那现在对于我来说呢 我平时的工作啊,生活啊 就是在积累内容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视频的课程啊 这个博客的文章呢 去把学习到的知识呢 再分享出来 其实我发现这个分享啊 整理啊,这个提炼知识的过程呢 又是一个再次深入的学习 那这个深入学习呢 对于我的平时工作生活呢 又有积极的帮助 所以我发现啊 真的是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这个正向循环呢 前例是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啊 明确生命的意识是去爱别人啊 学习使人能快乐 对别人有价值的知识 当真正理解到这一点 那我相信你在平时学习啊 在这个生活工作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呢 都会取到非常的好的效果 那我们看第四条啊 演讲的关键呢 是多练习 我记得应该是大概在13年吧 可能是13年或12年底 然后呢 当时我在这个 个人管理上 感觉自己有了一些收获啊 想做一些分享啊 也希望能通过一些这个 线下的演讲分享呢 去提高自己 那这个演讲分享的过程中呢 发现自己特别紧张 然后呢 经常会有一些中断呢 会有一些这个卡壳啊 甚至就是可能中断十秒钟 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呢 表情也非常的这个木讷紧张 那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 有些这个受挫 然后就问吴老师 我这个演讲该怎么办呢 吴老师给的建议呢 很简单 他说关键是多练习 他说你先不要想那么多 你先讲个这个100个小时啊 或多少场 讲多了呢 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那所以当时呢 有了吴老师这套建议呢 我就放下了心理包袱啊 也不管那么多 然后当时呢 每周呢会周末啊 会举办一些线下的课程 比如目标管理啊 项目管理啊 时间管理啊 然后每次课呢 大概有这个10个8个人去听 在一个咖啡厅里 然后呢 经过了大概一年多的锻炼吧 我发现刚才是 最开始的时候去讲呢 每天早上 是每天早上9点去讲 然后特别紧张 然后呢 这个心里扑腾扑腾的 但是讲了可能半年啊 或者是到这个快一年的时候呢 发现就像每天这个上班一样 或者是每天去超市买东西一样 就非常的习惯 也不紧张了 然后这个讲内容呢 也非常的熟练 然后互动呢 也会好啊 那所以呢 吴老师当时这个建议呢 虽然内容非常短啊 但是确实非常的有效啊 方向非常的明确 那经过一年的这个锻炼磨炼之后呢 我觉得在演讲方面 相对于自己之前的水平啊 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们来看下一张啊 下一张的这个第一条呢 是啊 我的一个亲戚啊 让他我们有一年 这个年底的时候吃饭啊 吃完饭呢 我也大体谈了自己的一些规划和想法啊 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啊 那叫秉持积极心态后继波发 顾战即胜攻击课 那其实这里的核心含义呢 还是后继波发 那这个后继波发呢 和前面吴老师提到的后继波发呢 啊 就刚好这个一致了 那其实也是暗示我啊 要多积累啊 多学习 然后平时呢 要沉下心来啊 那我们再看第三条 第三条呢 是永信老师 是我的实验管理老师啊 他建议我把这个年度计划呢 写在A4纸上 然后呢 呃 做出这个像两位老师一样的看板啊 把这个看板呢 平时呢 经常去这个观看 然后呢 加深印象 这是对我目标管理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一个指导 那第四条呢 曹又云 啊 这位是那个 呃 活法啊 就是道圣和夫先生 所写的活法啊 这本书的 译者 然后呢 再一次这个 呃 道圣和夫先生的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讲座 演讲分享中的 啊 我去参加活动 然后呢 请曹老师给我做一个签名 然后他写了一话叫百数不如一成 啊 我觉得这一话对我帮助也很大 然后第五条呢 那是孙总 孙总呢 就是我之前公司的老板啊 他对我呢 有一些这个评价 或者说给我一些建议 他说这个你的行动力呢 差啊 发自内心的东西呢 不够多 格局呢 要大啊 那这一条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这个客观 然后呢 然后呢 也指出了我这个最像木桶一样嘛 最短的几个板 那我也会根据这几条呢 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 比如 行动力差 那我就开始这个学习实验管理啊 怎么把自己的行动呢 这个加快速度 那发自内心东西不够多呢 我就去检视啊 自己再做一些判断啊 做一些这个 啊 抉择的时候 是不是受到很多干扰 然后呢 我尝试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然后呢 这个主条去分析啊 主条去思考 那第三条呢 格局这个要大 那可能由于以前呢 我可能太太侧重于这一些技术的细节工作了 然后可能把很多这个 一些人和人的互动啊 一些这个行业啊 一些这个行业动态啊 行业趋势啊 这些东西呢 关注的比较少呢 所以我在自己时间分配上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啊 多花一些时间去向外面学习啊 找一些老师学习啊 多参加一些行业的会议 然后呢 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一些 我们看下一张啊 下一张第一条呢 是文静啊 是我们参加这个神管理沙龙的一个同学 他在一三年给我一条建议 他说 感觉这个你做事呢 破例 应该多点破例啊 少些思考啊 应该猛一点 优秀的学家身上都有这种素质 这条呢 其实和我这个近期做的一个职业测评 我觉得是一致的 就职业测评中 也对我的一些性格做了一些分析啊 发现这个职业测评中会评价说这个啊 思考力行动力都可以 但是在执行事情的时候呢 啊 会有很多顾虑 会顾虑到别人的一些感受 那由于这个考虑因素太多呢 反而导致的行动力下降 那所以呢 这一点确实是我这个个人啊 在这个行为模式上的一个特点 那我也在这个根据一些反馈啊 不断去调整 那尽可能的去啊 根据自己的目标啊 根据自己的这个方向呢 尽快的做出这个行动和决策啊 减少一些这个对他人感受的一些顾虑啊 当然这也是在一些这个适度范围之内 我们看下一条第七条学生法师啊 学生法师是这个北京龙泉寺的方丈 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啊 他在微博中呢 这个应该是回答某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和我当时一道问题很像 然后学生法师给他的解答呢 就是慢慢来就像大扫除需要时间 那就说在这个自我的改变调整的时候呢 不要太心急啊 需要时间去这个逐步去改变 那这个对我的当时的帮助呢 应该说也非常大 我们看第八条 第八条呢 是春男啊 他全名叫袁春男 是我们时间管理沙龙的一位朋友 然后呢 他以前呢 是在这个一个公司里工作 然后后来不断的参加一些这个活动啊 培训 然后来开始做分享 再后来呢 他也举办一些线下课程 到最后呢 他就成为一名这个全职的自由讲师 然后他在13年呢 也给了一些建议 他说可能你需要一段时间学会表达心情 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呢 要增加一些感情色彩啊 总文字照片呢 能看出一人的特色啊 这个能有系统的工具 倒数还能感动 更多人可能会更有影响力 这是他个人的体会 感情性积极很大 但一直在做加法不太放松 这是他个人的感受 那这个呢 其实对我当时的帮助 应该就是啊 可能自己太教条化了 太这个关注一些这个理性的东西了 然后学了很多方法 但是可能对自己感受感情的表达太少了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在自己学习啊 沟通互动的一些时间的分配上 可能有所偏差啊 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感性内容的一些这个吸收啊 比如多去这个看一些话剧啊 多和朋友做一些比较放松的一些事情啊 多和这个大家出去做一些这个非学术上的一些互动啊 我觉得这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在15年16年应该来说 我在这方面呢 也做了一些改变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那第九条呢 是马云啊 马云是第九课的创始人啊 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那在我这个最开始啊 想做一些线下课程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马云 马云创办的第九课呢 举办这个线下的培训 然后呢 他也听了我一两场这个培训的课程 然后呢 给录一些这个建议 他说给我一些建设性的回应啊 就是感觉我的力量是往内收啊 平和部分过重 激情和力量释放不足 然后呢 平和特质可以很好的独善机身 但在团队引领啊 即现场表演方面就会打折啊 让自己在平静激情方面自由切换 绝大多数优秀讲师都有这一能力 那我觉得这个建议呢 确实非常的好 应该说我可能这个性格呢 整体来说是偏内向啊 这种热情啊激情确实释放不足 那我在这个1516年的工作中呢 其实是也发现 由于这种力量向内收的这种习惯的过多 可能在带领团队上也确实有一些缺失 那在我目前的这个工作生活中呢 我也在逐渐的去做一些调整啊 那可以说呢 我以上展示的一些这个建议啊 和对我的一些指导啊 有一些呢 是一些这个方法上的啊 比如说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做什么事啊 应该在哪些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啊 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方法 有一些呢 实际是在自己的一些这个思维习惯 一些性格上的一些这个意见 那这个方法上其实是好学的 知识是好学 但在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啊 包括这个性格上啊 其实啊 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逐步调整的 但这种调整呢 呃 虽然慢 但一旦你调整过来 可能这个对整个人的整体提高呢 帮助就非常的大 那所以呢 我也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采用这种专家建议的方式 啊 让专家啊 让你身边的对你比较了解的这个同学啊 朋友啊 老师啊 领导啊 啊 去帮你提一些建议 然后呢 通过他们的视角啊 他们的建议呢 来帮助自己指导啊 帮助自己这个确定这个未来的方向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我刚才收集啊 展示的这个建议呢 是从一年到一三年 我录刻呢 是在一六年 但我依然觉得这建议呢 非常有效啊 对我目前的这个计划的制定啊 行为的指导啊 然后包括这个未来的整体的方向都非常的有帮助 其实一个人呢 看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有限的 了解自己呢 非常的片面 当别人给你很多建议啊 给你很多这个多角度多维度的指导呢 这个就会对你帮助非常的大 那这时候呢 很多听课的朋友会问啊 说这个看你找到很多老师啊 这个学习的朋友啊 帮助你啊 给你提建议 但是我感觉自己身边中 好像没什么人能帮我提建议啊 除了自己的这个父母领导啊 那怎么才能够找到更多的专家 帮我们这个提建议 帮我们指导呢 这个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方法啊 那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 我们找到方法呢 也很简单 多去参加一些沙龙啊 培训讲座 通过这些活动呢 去认识老师 然后呢 在课后呢 主动跟老师这个沟通啊 认识 然后呢 交换这个比如微信呢 交换名片呢 建立联系 可能有些朋友说 我在这个我所在的城市呢 没有那么多培训讲座沙龙啊 这怎么办呢 那我们一样呢 可以再通过网上吧 通过这个微博微信 找到一些这个名师啊 找到一些这个某个领域上的牛人啊 然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互动 然后多交流 那另外一点呢 其实现在这个交通呢 都非常的发达啊 不论高铁啊 飞机啊 然后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啊 真的希望自己能够这个让自己的人生呢 开始转弯啊 那我认为你完全应该去考虑啊 我去一些这个其他城市啊 跟着老师走 去其他城市参加一些培训啊 参加一些讲座 认识一些这个老师和牛人 那这个呢 就看你内心的动力到底有多大了 那第二块呢 就是认识互动啊 服务 那当我们认识到一些老师啊 这个学习的朋友啊 还有一些这个牛人之后呢 这个其实只是认识 但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交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些互动 那我记得我在最初学项目管理的时候呢 我就会整理这个项目管理的笔记啊 整理好呢 就发到我的这个个人 这个新浪博客里面去 然后呢 在微博上呢 在这个发一下连接 爱的一下这个吴老师啊 告诉吴老师 你看我这个学习的一个笔记 一个心得 那吴老师呢 一看来这个学生非常的认真的 整理的笔记也非常的细致啊 这时候可能 这个吴老师就会对我有一个 这个学习态度上的认可 然后平时呢 我问问题呢 吴老师会更加的这个 支持我和互动更多 那此外呢 我也会举办一些这个沙龙 比如在北京 我们创办了北京实验管理沙龙啊 让很多朋友在这个沙龙里呢 去分享啊 去交流啊 我也会做一些分享 那通过这些沙龙的互动 分享交流呢 大家这个友情就不断的加深 然后呢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主动的去说 哎 常态我帮你提一些建议吧 应该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啊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到一些这个 讲座或者培训上的 做一些主动的服务 比如说现场帮助做一些基础的 一些这个会场的服务啊 帮助同学做一些这个这个基础的一些工作啊 那这些呢 其实都在和老师同学做互动 那这些事情呢 看似很小 但是呢 会不断加深大家之间的友情 那当我们在这个各种活动啊 培训中啊 认识的朋友老师多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这个向他们请教问题啊 不断的去收集意见 那这些意见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专家建议啊 当收集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专家的建议呢 纳到自己制定年度计划之中啊 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去收集啊 然后呢 要把这些意见呢 进行吸收啊 看怎么纳到自己的年度计划之中啊 来调整啊 自己的方向 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那这个经过一年的这个积累啊 那这样自己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真正有所变化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课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